请听小说 《仙逆》第1091章 三世火源之危 王林的心情有些沉重 老圣皇的一幕 让他想起了当年的顿天 内心暗谈 随着王林的前行 一路朱雀圣宗的修真心 几乎所有修士均都飞出 那一声声圣皇之音 惊天动地 更是传达出了这些朱雀圣宗族人 隐忍了无数年的激动与期望 越来越多的修士 跟随在王林身后 尤其是那小辈中人 看向王林的目光 充满了恭敬 王林一路走去 身后的族人不断地增加 主人 一声激动的呐喊 夹杂在朱雀圣宗族人之内 使得王林脚步一顿 看去时 只见雷吉与大头化作长虹而来 脸上露出微笑 王林向这二人点了点头 更是在陆续前行中 一声狂喜的长笑弥漫 却使司徒男一步走来 与王林狠狠地一抱大笑道 好小子 你终于出来了 王林脸上笑容更盛 司徒男的伤势已经彻底痊愈 修为更有精进 就连毒素也被压制下来 在司徒男之后 银衣女子 浮风子陆续前来 银衣女子没有任何话语 默默地跟在了王林身后 至于那浮风子 倒是一脸恭敬 但眼中的喜色 却是法自肺腑 最终 当王林来到了朱雀圣宗 最后一颗主星之时 他身后的族人 依然是铺天盖地 圣皇 圣皇 一声声震惊天地的回荡 取代了星空内的一切声息 这最后一颗朱雀圣宗主星 也正是那仁涛所在的星球 此刻他听着身边众人 那一声声欢呼 神色更为阴沉 死死地盯着王林 墓中露出了怨毒 他旁边的廖云 侧目不屑地扫了一眼人套 身子飞起 遥遥地向着远处 在无数族人的环绕下 走来的王林 极为崇敬地抱拳道 廖云 恭迎圣皇 他神色中透出狂热 对于王林 再没有比他们当年一同前往妖灵之地的族人了解更多的了 尤其是王林当年的神通 更是把那些妖灵之地的族人彻底的蛇服 那凤山犹豫了一下 也同样乐器 与廖云一同供应 与他二人一同的 还有着主星绝大部分的族人 纷纷激动地供应王林 如此一来 任涛的阴沉 与其身后几个老者 还有不多的一些对他死忠的族人 沉默中就与其他族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王林 我要向你挑战 那任涛猛地抬头 死死地盯着远处于众族人含笑抱拳的王林 骤然大喝 他不得不这么做 若是任由王林继续下去 他将没有任何希望再成为圣皇 诸却圣宗 圣皇就是天 一切反抗者都将成为全族的敌人 但在诸却圣宗 确实有一道法则存在 也正是这法则 才使得任涛敢于此刻挑战 这一声大喝回荡星空 立刻就使得四周瞬息间安静下来 一道道目光 默然凝聚在了任涛的身上 这里面 还有一些朱雀圣宗的长老 他们的任务 就是负责王林顺利地成为圣皇 绝不允许出现任何反对的声音 这是老圣皇下达的死命 任涛瞬息间额头汗水流下 被这么多人目光凝聚使得他心神一震 但此刻却是顾不得太多了 他盯着王林大吼道 王林 你敢不敢接受我任涛的挑战 若你不敢 则不配成为圣皇 任涛身后的三个老者 沉默中迈出一步站在了任涛四周 抬头阴沉地盯着星空中众多族人内 那一个个长老 任涛 你好大的胆子 还有你们三个 莫非也要公然反对老圣皇的命令不成 一群人中走出一个身材高大的老者 这老者正是当年妖灵之地碎孽长老之一 周长老 我朱雀圣宗历代法则 两代圣皇骄刃的一天 一切族人均有挑战圣皇的资格 没错吧 不知死活的东西 那周长老眼中寒光一闪 带着一丝嘲讽 冷笑几声 但却没有出手 而是退后几步 不仅是这老者 此刻星空朱雀圣宗数万族人内 当年所有去了妖灵之地之人 一个个看向任涛的目光均都是饥讽 甚至还有一些露出了怜悯 在这目光环绕下 任涛的心神不由的一产 他这三年来听闻了不少有关王林的战绩 与妖灵之地的一幕幕 但他却始终不信 尤其是此刻他一眼看去 清晰地察觉到王林的修为 只是愧念圆满 对于那些传闻更为不信 郑寨说话 就在这时 王林的目光冷冷地向着任涛看来 他目光落在任涛身上 却是立即就让这人头身子一抖 心中没来由的就生起了一丝寒意 甚至就连他身后的三个老者 也是目光一宁 与我挑战 没有活口 你可还愿意 王林的声音平静 但其内蕴含得冰冷 却是使得死周凡是见过他妖灵之地 一战者的所有人纷纷心中起了寒意 他们永远也忘记不了 那撕碎天地黑暗的力量 还有那梦回远古 可以击碎长空的一拳 任涛心神震动更为剧烈 隐隐地有了一丝不妙的预感 但此刻剑在弦上 尤其是他仔细地观察下 王林的的确确是愧念圆满 神色露出了猙獰 他咬牙倒 挑战 王林点了点头 他孙说 分身与本尊分开了 没有本尊强悍的肉身 但以王林的神通 一是撒斗成兵 就可斩杀一切净孽修士 甚至碎孽也敢一战 实际上 此刻的他本尊不在 效果几乎没有了什么差距 若真说有 那么就是在强悍的肉身下 王林的战斗持久力 会超出所有人的意料 更不用说需要特殊时机 才可施展的残业 王林并不知道 这残业神通 在这三年内 随着当年妖灵之地 修真联盟残存者的口口相传 已然在联盟星域内 挂起了一场风暴 残业一出 虚空子王 天孕子三大分身 二死一重伤 这等战绩 足以使得王林 一跃成为顶尖修士 无论如何 你都是朱雀圣宗的族人 我可以让你火葬 王林右手一挥 在其右手抬起的瞬间 其身后 骤然就出现了一个虚幻的灵体 九旋变 在这灵体出现的刹那 立刻就引起四周 朱雀圣宗族人的哗然之声 更是在这一刻 一道道蕴含着更为激动的目光 齐齐落向王林 九旋变 唯有历代圣皇才可以学习的神通 就连那仁涛也是面色立刻苍白 但刹那间 其眼中就露出怨毒与不甘 低吼中双手掐绝 全身火焰 骤然间疯狂的散出 形成一股热浪 更是环绕其身时 化作一副模糊的铠甲 王林目光冰了 右手挥舞间 身后的灵体虚影 立刻融入其右臂 随着一挥 王林右手直接虚空 点在了那仁涛身上 火焚 寒冷的声音回答 却是蕴含了天地间掌控一切火之力的威严 在这一刻 但凡是火 就要受到王林的操控 一具火焚 立刻就使得人掏身体外的火焰一颤 刹那间 竟然倒卷 直奔人掏而去 危机之时 这人掏身体外模糊的铠甲向外一冲 整个人冲出如同一把飞剑冲向王林 此刻的人掏心神震撼 没想到这王林竟然可以操控自己的火焰 他知道 这是自己最后的机会 若不能一剑重伤或者杀了此人 那么一旦身后的火焰弥漫 势必重新陷入到危机之中 一剑就可取此人之命 王林神色平静 右手掐绝 再次指向人掏 这一指之下 九旋便第一次真正的在王林体内施展 瞬息间 王林整个右手便感受到了一股炙热 其三世火源 随着王林平淡的话语 其右手虚空的这一指 骤然间直奔王林而来的人涛 整个人默然一顿 一口鲜血喷出 其身体内传出轰的一声 他整个人立刻倒卷而退 眼中露出骇然与惊恐 但更多的却是迷茫 只是就在他退后的刹那 立刻其身体内再次传来轰的一声 巨响 他整个身子血雾 喷喷喷出 转眼间就成为了血人 其肉身更是在这一刻 在那不断的喷喷之声下 立刻是四分五裂 鲜血爆开 惨叫回荡中 任涛的元神带着惊慌冲出 此刻的他仍然还是迷茫 根本就不知晓 为何对方仅仅一指 就能让自己的肉身崩溃 但就在其元神刚刚逃出的瞬息 其元神内立刻传出 让他魂飞魄散的轰鸣 一股毁灭性的力量 融合了火与雷的交错 在这轰鸣中 扔到整个元神是顿时崩溃 这一切都是在刹那间完成的 在所有人看来 亡灵只不过向前两指 就使得这人韬灭绝 从始至终 亡灵都是神色如常 九旋变没有让他失望 能成为朱雀圣皇 历代圣皇方可修炼的功法 堪称绝强 叙事与雷融合的原因 威力比之我的预料 强大了不少 王林目光一早 落在了之前 站在仁涛旁边的三个老者身上 这三个老者 其中一人修为达到了碎孽初期 剩余二位 则是敬孽后期 你三人也要挑战吗 王林右眼瞳孔内 出现了一团白色的火焰 盯着三老 那两个敬孽后期的老者 相互看了一眼 最终目光落在了最后 那碎孽初期的老者身上 显然 以此人马首是瞻 此老者望着王林 神色尽管平静 但心中却是充满了震撼 两指杀人涛 这一点他完全可以做到 但他是罪孽修士 而这个王林 显然只是溃孽圆满 如此一来 让他不得不重视眼前之人 更重要的是 九悬别 老者心神牵动 环看四周 只见星空朱雀 圣宗族人内 几乎所有长老目光 全部落在己身 一道道 无形的压力弥漫之下 老者沉默了片刻 平静地开口道 恭迎圣华 此言一出 他旁边的另外二老 纷纷是内心松了口气 同时抱拳道 恭迎圣华 随之而后的 则是那些听命于三老的族人 一个个神色恭敬 齐声恭迎 恭迎圣华 一时之间 几乎星空中 全部的族人 在这一刻声音 同时回答 数万人的声音弥漫 立刻就如同那 惊天动地的天雷咆哮 王林神色平淡 尽管笼罩在一片 恭迎之声下 但他明白 这些人中定然有不少人 心中不服 毕竟 他的秀为 不足以震慑 全部朱雀圣宗族人 但这些事情 他毫不在意 王林的心 更不在这 朱雀圣宗内 此时此刻 在这恭迎之声 回荡中 在王林被众多 朱雀圣宗族人 环绕时 却是有那么几个 并未在这里 心绪呢 也充满了复杂 第一个 便是塔山 塔山没有去见王林 而是依旧在 其之前所在之地 默默地望着天空 尽管以他所在的 修真心 看不到王林 但他却可以 隐约地感受到 遥远的星空中 王林身边的 那一声声恭敬 他神色很是复杂 许久之后 轻叹一声 闭上了双眼 继续打坐起来 只是他心绪的波动 却是始终 无法平静下来 除了他之外 还有一人同样如此 此人坐在一颗 修真心上的 城池墙头 身边凌乱地 倒着七八个酒壶 他手里抓着一个 喝了一大口 神色露出悲伤 与王林此刻 身边的热闹相比 这老者显得极为萧琾 仿若对一切都无动于衷 在他的身后 灵儿默默地陪伴 塔山与陈道子外 在这燃烧的星域内 还有一人内心极为复杂 此人就是许立国 他身在火焰漩窝内 咒骂之声再次回答 仿佛不知疲倦一般 在接下来的两天内 其余三圣宗的长老是纷纷来临 恭贺王林成为朱雀圣皇 一时之间 整个朱雀圣宗都洋溢在了热闹之中 对于青龙 玄武 白虎 三圣宗的长老 王林很是客气 四圣宗本就是同根之一 这三圣宗的众多长老 之前在妖灵之地 也见识过王林的神通 见面之后 自然不会因为他是 溃孽修士而巨傲 彼此客气的交谈之后 这三圣宗的长老们 便被安排住处 对于王林这个新任圣皇 三宗长老很是在意 尤其是青龙圣宗 那三个大长老 更是对王林恭敬有加 他们在三年前 王林告知朱雀圣皇 有关青龙圣皇的消息后 便知晓了此事 对于王林带来的这一消息 极为感激 圣皇登基 还需要一个庞大的仪式 这是四圣宗的传统 王林也不好改变 这仪式的日期 就定在了第六天 这几天 王林本应极为忙碌 少有时间休息 有关朱雀圣宗的一切事情 都需要他去熟悉 尤其是朱雀圣宗的长老 并非完全认同王林 只不过在老圣皇的命令下 这才默认了此事 但王林却没有那么做 对于朱雀圣宗 他之所以同意成为圣皇 实际上在最早的时候 只不过是与老圣皇的一个交易 在随后的三年 老圣皇的清囊相受 这是恩 尽管有交易的成分 但对于王林来说 这种恩是需要报答的 只是王林知道自己的事情 根本就无法在一个地方停留太久 尤其是这三年来 他时常打坐之时心绪不宁 仿若冥冥中 有一股心惊肉跳传来 这种感觉 若是仅仅一两次倒也罢了 但随着时间的流逝 三年来 王林已经经历了不下十次 而这感觉越来越清晰 隐隐地仿若是从朱雀星所在之地传来 王林心知肚明 随着自己修行的提高 对于危机也有了一些预知 显然 这不断增强的危机感 来自拓森 一千多年前 离开古神之地时 拓森的咆哮 隐隐在王林心神回荡不断 总有一天 我会去找你 拿回图丝的一只穿肠 拓森 怕是很快就要出来了 王林潘西坐在这 主星移除火山口边缘的石块上 其下方的火山 石而喷出浓烟滚滚 带着炙热的气息弥漫 拓森 就如同一把悬在王林头顶的刀 时刻都有可能斩下 在这一千多年中 王林始终无法忽略这个危机 更是随着本尊达到了五星后 对于拓森的实力 配合记忆传承中八星古神的强大 王林也进行了详细的分析 分析的结果 让他是心神震撼 有如此强敌随时脱困而出 搜尽天下寻找自己 王林根本就不可能在这 朱雀圣宗安逸地居住下去 否则的话 结果只能是连累四圣宗 毁于拓森之手 这一千多年的修道 此刻的王林也非昔日小小 结单修士 拓森虽强 但王林也并非没有任何准备 若是先帝清灵可以复活 不知与拓森相比 又会如何 王林目光一闪 看了一眼山下大地 朱雀圣宗内的修真心 全部都是处于燃烧中 一眼看去 红红一片 老圣皇之恩 我已救出青龙圣皇 暂时作为报答 若是我能避开拓森的追杀 并拥有了可以战胜拓森的修为 到了那时 我会报答老圣皇所有之恩 保诸雀圣宗平安 重现昔日盛世 若我死于拓森之下 王林沉默 望着前方的天地 脸上露出苦涩 妥森 我不会让他那么容易就脱困而出 这世人皆有贪念 不知一个八星古神 能诱惑多少人 王林嘴角露出一丝阴沉 就在这时 远处天边一道火焰长红 呼啸而来 临近王林前方石杖时 这火焰消散 化作一个红衣老者 此老神色平静 看了王一眼 缓缓说道 圣皇大人 石阴宗 罗天 联盟 联盟出云国 均有十者前来 在朱雀后殿等待 不知 见还是不见 眼前这个老者 并非是当年前往妖陵之地的六老之一 王林只是知道 其姓为徐 修为达到了碎孽中期 在朱雀圣宗碎孽长老中 颇有威瓦 这几天内 联盟方面的不少势力 均有十者前来恭贺 对于这些人 王林一概不见 自有朱雀圣宗的长老和族人们 去负责接待 至于罗天宇 诗音宗 这尚是首次来人 王林沉吟天客 想起之前心中 对付拓森的计划 本不打算 见这些使者的心思 有了变化 姐 王林站起身子 平静地说道 老者看了王林一眼 平淡地说道 徐某想问一下 圣皇大人 接任之后不知有何打算 此事并非徐某一人相问 而是众多长老心中的疑问 还请圣皇大人直言解惑 就请龙圣皇 王林此话说完 便不再去看老者 一步迈出 化作一道长虹 直奔前方 那徐姓长老身子一震 猛地转身 看向王林消失之处 神色中骤然变化 青龙圣皇 他倒吸了口气 再没有任何追问的心思 心神被这四个字 彻底的震撼 有关青龙圣皇的事情 除了老圣皇与青龙圣宗三大长老外 愚人并不知晓 此刻这徐姓老者的心中震撼 可谓是惊涛骇浪一般 他心中第一次对于那王林 有了一种高深莫测的感觉 此星朱雀后殿 通体由赤红色的玉石打造 远远看去极为显眼 在其四周 更有众多的赤红枝木遍布 就连地面上的小鹿 也均都是赤红一片 阵阵炙热的气息 从这大殿内传出 弥漫四周 此刻 在这大殿内 坐着两男一女三人 那女子容颜娇艳 穿着一身蓝纱裙 露出胸口一抹半遮动人风姿 美目流畔间 更有一股风情暗涌 他一直在住一步远处的二人 这二人 一个是沧桑老者 另外一人 则是光头汉子 那老者身穿红袍 不怒自威 始终闭目 但在其身体四周的虚空 却是有阵阵扭曲 仿若与此地格格不入 更显露出其惊人的修为 至于那光头汉子 这较为寻常 一身轻步挂衣 身色平静 只是时而会有迷茫之色 在眼中一闪而过 片刻就恢复了正常 但这女子却是一眼就看出 每当这光头汉子 双目迷茫之时 在大殿内的天地原力 都会为之一致 若是亡灵在此 定会一眼认出 这老者与那光头汉子 是他熟悉之人 此刻 大殿内走进一个 朱雀圣宗的族人小辈 端着茶果之物 放在这三人身边 随后退出 那妖艳女子端起茶杯 放在嘴边吹了一下 抬头看向那老者 娇笑道 这位 想必就是 罗天星玉的 烈云子前辈吧 小女子 诗音宗李盈之 见过前辈 请听小说 仙妮 第1093章 你要亡灵 那红袍老者 正是罗天 湛家 现任老祖 烈云子 烈云子 闻言 双目开合中 有金光一闪而出 冷冷地扫了 那妖艳女子一眼 平静地说道 老夫 正是烈云子 那妖艳女子 脸上露出微笑 喝了一口茶杯之水 放下后 轻笑道 烈云子前辈 在罗天声名赫赫 此番作为罗天代表 恭贺朱雀宗圣皇 看来罗天星玉 对朱雀圣宗 颇有交好之意 你身为 你身为石英宗核心弟子 小小年纪 便有了敬念修为 传闻你拥有四举诗魁 其中三举拥有 不弱于碎孽的神通 石英宗能让你前来 也足以看出 对朱雀圣宗的忠实 烈云子声音 依旧平静 但其话语 落在那妖艳女子耳中 却是让这女子双目 微不可查的一闪 这位道友 想必来自联盟 就是不知如何称呼 那妖艳女子话语一转 看向光头汉子 光头汉子平淡地开口道 出云国莫知 莫知 妖艳女子皱起眉头 显然她之前 从未听过这个名字 但那烈云子 却是双目猛地一宁 转身看向光头汉子 仔仔细细地看了几眼后 缓缓说道 原来你就是莫知 那光头汉子微微一笑 向着烈云子一抱拳说道 莫知见过前辈 莫道友 烈云子前辈 此番朱雀心献圣华 可知这心圣皇来历 那妖艳女子略以沉吟询问道 老夫只是知晓此人很是具傲 之前所有恭贺者 一概未见其真容 且四圣宗对于此人名讳 也绝口不提 却是很神秘的样子 雷云子拿起茶杯 看了一眼后又放了下来 他此番受雷仙殿之命 来到朱雀圣宗 除了恭贺外 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目的 需要直接与那新圣皇联系 此事干系重大 否则的话 也不会让他亲自前来 小女子倒是有些消息 三年前先帝清临洞府那场大战 据说朱雀圣宗带走了一人 那妖艳女子轻声道 莲云子轻哼一声 此事她自然知晓 也清楚地知道 对方所说的是谁 罗天方面也就此研究过 虽说严雷子认为此事可能性很大 但最终却是再没一人认同 排除了此人就是新圣皇的可能 毕竟此事太过匪夷所思了 他没有资格成为圣皇 列云子眼中闪过一丝不屑 当年若不是此人抬出清水 怕是早就被自己擒下 炼成傀儡 帮自己破开战字铁的奥秘 若说王林是新圣皇 他列云子心中一万个不信 绝不相信 想起清水 列云子心中有了舒畅 清水失踪 此人他早就在意料之内 甚至他还知道 联盟总部的巨变 就是与这清水有直接的关联 此番他亲自前来朱雀圣宗 除了罗天交代的任务外 还有一个思念 就是以罗天为由 从这朱雀圣宗内把那王林要走 在他想来 当年朱雀宗带走王林 定然有其缘由 三年的时间 足够朱雀圣宗从那王林身上 获得足够的价值 眼下这王林 怕是对朱雀圣宗来说 价值不大 如此一来 欲要带走此人 应该不难 哦 传闻此人一世神通杀了虚空子 更使得天孕子三大分身 二死一伤 为何列云子前辈 就一定认为此人没资格 当年的朱雀圣宗 可是出动了极大的力量 更有朱雀真灵引路 那妖艳女子望着列云子 轻声问道 此人去清林洞府前 刚与老夫见面分开 他的修为 老夫一清二楚 列云子平静地说道 他绝不相信 王林会有如此大的变化 此事在他看来 就是谣传而已 那妖艳女子眉头一皱 他们是因综合了种种线索 认为那先帝清林洞府内 名声大振的王林 就是新的朱雀圣皇 但眼下列云子的话语 却是让他产生了疑问 这王林曾是罗天的正品雷仙 说罗天方面都认为 他不可能是新圣皇 妖艳女子沉默 不再说话 你们所说的可是王林 墨智突然开口 就在这时 突然那列云子猛地抬头 盯向大殿外 神色中露出一丝古怪 在他之后 墨智也抬起头 看向大殿外 最后则是那妖艳女子 就在三人目光 全部凝聚大殿外的刹那 一股炙热的气息 从外骤然间汹涌而来 顿时就把大殿内的 天地火源器牵引着 形成一股无形的漩涡横扫 这一刻 大殿内的火源里 仿佛拥有了灵性 如同欢呼一般活跃起来 更是在旋转中 向着四周散开 仿若是朝败让路 在三人的目光中 大殿内缓缓走近一人 此人一身赤红铠甲弥漫 把脸部也全部遮盖 只留有一头白发在外 在其身后 更是有一条白色的披风 与铠甲上的白色猪雀 图腾相衬 颇具威亚 咔咔之声中 这身穿铠甲之人 渐渐地走入大殿内 看都不看三人一眼 直接向前走去 那披风随着白发飘舞 掀起阵阵无法想象的热浪 刹那间就弥漫大殿 这里的所有天地火源力 更是沸腾起来 环绕在这铠甲之人四周 形成一股火焰漩涡 在这一瞬间 大殿内骤然就起了 浓浓的威亚 并非只是这大殿的火源力 起了变化 而是这天地间 这星球中 这星域内一切火源力 仿若以此人为中心 疯狂地凝聚在身体外 如此一来 随着天地原力的骤然变化 一股天地之威 骤然间弥漫开来 在那身穿铠甲之人身后 陆续有修士走进 共有四人 这四人全部都是老者 修为更是碎孽 一个个身穿红袍 但却与猎云子的衣袍颜色 有明暗之分 四人随着那铠甲之人 走进大殿 站在了其旁边 平静地望着三人 那铠甲之人走到正前方 披风扬起坐了下来 一双如同火焰的目光 从铠甲内透出 落在了三人身上 这一刻 他全身充满了威严 更是在环绕了天地原力后 阻止了一切神识的探查 况且 即便是有神识 穿透了环绕其身的 天地原力 有朱雀圣宗的披风载 也罕有人可以看出 王林的相貌 大殿内一片安静 你铠甲之人出现的一幕 太过惊人 竟然搅动了天地火原力 此刻 那妖艳的女子 额头泥出汗水 她坐在这里 就如同置身于天地轰炉 之前以她的修为 完全可以不顾及这一点 但此刻 随着那铠甲之人的出现 这大殿已然成为了天地火原力的中心 以她的修为 也有些承受不住 万辈 诗音宗李迎之 参见朱雀圣皇 这妖艳女子收起心中的一切轻视 更是在这威压下站起身子 神色恭敬 如同见其宗派长辈一般 这朱雀圣皇到底什么修为 竟然可以产生如此威压 这妖艳女子心中震惊 莫智望着铠甲之人 眼中露出奇异之麻 但却有些不敢确定 此刻 她同样在这威压下站起身子 恭敬地抱拳道 出云国莫智 参见朱雀圣皇 那铠甲之人目光一扫 在莫智身上一顿 停留了片刻 落在了烈云子身上 烈云子深吸口气 站起身子平静地抱拳道 老夫 罗天湛家烈云子 代表罗天雷仙殿 恭贺阁下成为朱雀圣皇 那铠甲之人目光 在烈云子身上停留最多 甚至隐约可见 好似其面部牵动 引有笑容出现 只是不知 这笑容是冷意 还是善意 烈云子心神一跳 在那新圣皇的目光下 他不知为何 隐隐有了一丝不安 尤其是那圣皇身边的 四个碎孽老者 同样向他看来 烈云子 那铠甲之人缓缓说道 其声音从铠甲内透出 略有改变 更是在穿透其身体外的 火源力漩涡时 变得飘渺虚无 烈云子心中不安更浓 他望着新圣皇 退后一步沉声道 圣皇 莫非认识在下 那铠甲之人 凝视烈云子片刻 收回目光 看向末智 末智压下心中的怀疑 抱拳道 圣皇 在下代表出云国 恭贺朱雀圣宗 新皇诞生 遵从师命 特来送出鹤礼 他说着 右手虚空一抓 立刻在其前方虚无 就有一道裂缝出现 只不过这裂缝并不稳定 显然在这大殿内 受到了原力的干扰 眼看这裂缝 刚一出现就欲要崩溃 那铠甲之人 抬起右手一指 顿时裂缝外的天地火源力 骤然散开 那裂缝立刻就稳定下来 这一幕 立刻就使得那妖艳女子 眼中瞳孔一缩 就连裂云子 也是双目一凝 莫智不动声色 从裂缝内 拿出准备的鹤礼 丹药 仙宝等物 一一放在前方 自有朱雀圣宗族人 从大殿内走近 端起站在旁边 墨智最后拿出的 是一面蓝绿相间的小旗 此旗一出 立刻就有一股阴寒之气 瞬息间弥漫四周 竟然使得这里的天地火源力 都微之一顿 那铠甲之人更是双目一凝 盯着那小旗 眼中露出奇异之毛 此物 是师尊特意交代 送给圣皇之物 是师尊数百年前 炼化封印的一头金魂 王林右手虚空一抓 便把这小旗 拿在了手中 仔细地看了一眼后 望向墨智 沉声道 多谢 墨智听闻这多谢二字 眼中立刻露出了金光 深深地看了王林一眼 没再说话 雷云子代表罗天雷仙殿 也同样带来了赫礼 虽说有其价值 但却没有让王林心动之物 最终 送出赫礼之后 雷云子目光一闪 沉声道 圣皇阁下 老夫代表雷仙殿前来 除正式之外 还有一件私事 看到新圣皇的目光 落向自己后 雷云子沉吟少许开口道 三年前 朱雀圣宗 从清林仙府带走一人 名为王林 此人 若是朱雀圣宗 已无用处 可否让老夫带走 此言一出 那铠甲之人身边的四个老者 均都一愣 齐齐看向雷云子 你要王林 铠甲之人望着雷云子 缓缓说道 请听小说 仙逆 第1094章 认错 列云子心中不安之感 瞬息间浓郁起来 他听着新圣皇的声音 隐约觉得有些不善 尤其是那新圣皇身边的四个碎孽老者 盯着自己的眼神 更是让他神色有了变化 那铠甲之人望着列云子 渐渐笑了起来 其笑声越来越大 更是在这笑声中 大殿内的天地火源力 骤然极速地环绕 牵动整个大殿的源力 其内更有一丝丝弧形电光游走 发出阵阵砰砰之声 列云子心神震动 站起身子退后几步 盯着那铠甲之人沉声道 圣皇此话何意 若是那王林 他话语还没懂说完 就立刻被打断 那王林 据说是你罗天正品雷仙 是你要此人 还是雷仙殿要此人 铠甲之人缓缓说道 列云子皱起眉头沉声道 此人虽说是我罗天正品雷仙 但早已被割除了雷仙的资格 此番 列云子看了铠甲之人一眼 又道 此番 虽说是老夫要此人 但同样也是雷仙殿的意思 铠甲之人望着列云子 脸上笑容牵动铠甲 缓缓道 哦 不知这王林 与你 还有罗天 有何过节啊 列云子心中不安更深 沉默片刻后说道 此人 与我罗天雷仙殿过节千级众多 不好一一诉说 但与我之间此人拿走我战家重宝 老夫自然要追回 哦 原来是这样 如此你才会要这王林 倒也可以理解 那铠甲之人点了点头 其身边的四个老者却是神色更为古怪 但却没有说话 还望圣皇成全 毕竟我罗天与四圣宗都有共同的敌人 修真联盟 列云子松了口气 抱歉道 他为人虽说跋扈 但面对四圣宗却也不敢得罪 毕竟四圣宗虽说没落 但底蕴之身 即便是罗天也要忌惮 只是 你说那王林拿走了你战家重宝 此时我怎么不知道 那铠甲之人突如其来的话语 立刻就让列云子一争 还没等他彻底的反应过来 那铠甲之人已经站起身子 右手抬起在面部铠甲一扫 阴沉的声音骤然传出 你要王林 列云子 你看清楚 我是谁 瞬息间 遮盖此人面部的铠甲 顿时消散化作一片波纹 向着四周弥满 波纹内赫然就是王林 你 王林 以列云子的定力 此刻也不由地倒吸了口气 眼中露出震撼到了极限的目光 无法置信之下 他下意识地登登登退后数步 不可能 你怎么会是朱雀圣皇 这绝不可能 列云子呼吸急促 双眼瞳孔收缩 他根本就无法接受这个事实 在他眼中 那王林就是一个蝼蚁 当年他可以任意捏死的爬虫 眼下这强烈的反差 超过了列云子的想象 他呆呆地盯着王林 无法置信之色极为浓郁 但更多的却是骇然与震惊 大胆 即便你代表了罗天雷仙殿 也没有资格评论我朱雀圣宗圣皇 王林身边四老之一 向前迈出一步 语气阴沉 这一步迈出 立刻就有一股碎孽气息轰然而出 画作一道无形的冲击 向前汹涌而去 直奔列云子 列云子本就处于震惊之中 此刻被这碎孽气息琐化 冲击临近 顿时一口鲜血喷出 整个人再次退后竖步 面色苍白之下 却是不得不接受了眼前这个 他做梦也无法相信的事实 你 列云子 你到底是代表罗天公和王某成为圣皇而来 还是专门就此为了羞辱王某 你竟然在我朱雀圣宗内索要本圣皇 此事未免也太过荒唐 王林神色阴沉 声音更是如酒油寒风一般传出 此事不宜于王某让人去你罗天 索要雷仙殿 严雷子 列云子 此事你若不给出一个满意的解释 今日 你走不出朱雀圣宗 明日 你罗天遥为此付出代价 此事并非本皇栽赃 出云国末制道友可以见证 王林根本就不给列云子半点机会 出口就是雷霆一击 列云子心神尚在震撼之中 此刻文言更是喷出了一口鲜血 面无血色正要说话之时 那末制却是沉声开口 此事末制可以作证 是列云子无礼在先 在朱雀圣宗内欲索要圣皇 末制的话语可以代表出云国 那诗音宗的妖艳女子美目一闪 轻笑道 此时小女子既然也参与了进来 同样可以作证 这位列云子前辈实在是荒唐至极啊 列云子一口气没有回转过来 听到末制宇那诗音宗女子的话语 再次喷出鲜血猛地转头盯着王林 王林脸上露出冷笑 重新坐了下来 抬起右手看去 仿若在观察自己指纹细微之处 丝毫不去理会这列云子 此地是朱雀圣宗 这列云子逃不出他的手心 原本若是此人不提出那荒唐的要求 王林也不会如此教训 但眼下却是不同 不但是他 就连他身边的四个老者 也是目光透出了冷意 盯着列云子 四周一片安静 末至时而目光看向王林 眼中露出感慨 他没想到 原来自己师尊所说自己的故交 竟然是王林 回想当年朱雀星 自己与此人第一次相遇 是在雨夜古庙之内 那时的此人是刚刚获得了意境 处于化神之中 二人虽是初识 但那雨夜的论道 却是让末至记住了王林 旁边世音宗的妖艳女子 同样没有说话 似笑非笑地望着列云子 一副看热闹的样子 安静中 列云子额头渐渐地 密出了汗水 他心里很是清楚 以自己的修为 根本就无法掏出四圣宗 况且这王林太过恶毒 竟然抬出了罗天雷仙殿 如此一来 已然不是他个人的事情 变成了整个罗天雷仙殿 侮辱朱雀圣宗圣皇 这样的事情 与罗天的初衷是南辕北辙 此时老夫鲁莽 但此为私事 与我罗天无关 许久之后 列云子一脸的苦涩 尽管内心是极为不甘 但还是不得不向王林抱劝说道 他内心之怒火 足以燃烧天地 尤其是那种屈辱的感觉 更是不断地吞噬着他的心神 遥想当年 眼前这个王林 对自己必须要恭敬 更是需要查看自己的眼色 否则的话 自己随时都可以出手灭了此人 即便是最后一次见面 这王林也必须要小心翼翼 在自己一句召唤之下 立刻就要前来 为他查看战子图 这王林根本就是不敢不来 这一点啊 列云子清楚得很 在他眼中 此人注定是要被自己压制的死死 必须要为自己不断地查看战子图 若非是清水 眼下这王林定然早就成为了自己的傀儡 可眼下却是让列云子屈辱的低头抱拳 屈辱的解释之前的话语 这让他如何能承受啊 但若不承受 在这朱雀圣宗内 他必死无疑 侮辱圣皇 仅仅就这四个字 就足以让他离不开这四圣宗 对于列云子的话 王林根本就没有听到 依旧在观察自己的右手 列云子脸上清惊鼓起 强压心头的怒火 尤其是那王林身边四个碎孽老者的存在 更是让他心神颤动 沉默片刻后 硬是挤出了一丝恭敬 抱拳道 还望圣皇不计老夫不知之过 此时的确是老夫鲁莽啊 并无侮辱之意啊 鲁莽 王某之前可是询问过你 此时是你之意 还是罗天之意 你的回答我现在还记着 不知罗天雷仙殿中 王某都签及了哪些事情 王林看着右手欢欢说道 你 列云子抬头 再次压下将要爆发的怒火 此刻的他不敢发怒 若没有诗音宗那女子与莫志在场 他完全可以拼死一战 虽说必死无疑 但他为罗天而战死 罗天绝对会为其复仇 但眼下 对方抓住了刚才之事不放 又有人证在场 如此一来 即便是罗天 也不愿因为自己这荒唐之事 与四圣宗与修真联盟同时开战 尤其是此刻 那王林时而看向自己的目光极为阴沉 列云子相信 若是自己压不住怒火 那么立刻就会被斩杀在此 圣皇大人 此事 此事战某错了 列云子握住拳头 身子颤抖 他一生修道 从未有如今天的一幕 我要你占家全部占字铁 给我 此事罢休 我给你半炷香的时间考虑 王林放下了右手 盯着列云子 一字一字的说道 说完后 他右手向前一挥 立刻身前火源里骤然间有一些凝聚在一起 化作一支 有如实质的燃香 飘在了半空 随着燃香的渐渐燃烧 时间缓缓的过去 列云子内心挣扎 眼看那燃香就快要带进 半炷香的时间就要过去 无形的压力 笼罩列云子全身 他脸上苦涩更浓 点了点头 右手虚空已抓 立刻在其前方 就有一道裂缝出现 从其内飞出三个画轴 一股浓浓的战意 漠然间就从这三幅图内传出 笼罩四周 新小说仙逆 第1095章 不知此诗能排第几 战字铁 亡灵双目一闪 右手虚空一抓 立刻这三个画轴迅速飞入手中 神石一扫 以他对战字铁的熟悉 立刻分辨真假 战字铁 你已经拿走 老夫是否可以离开 猎云子望着王林 亲自送出战家之宝 对他来说 几乎是无法接受之事 但眼下若是不交 定然也会被王林得到 此时他没得选择 若是换了别人是圣皇 他猎云子即便是得罪了 也有把握 对方不敢杀自己 最多就是囚禁罢了 毕竟他身后是罗天 而在这联盟性语内 罗天的神秘 无形之中也会给他 增添一些砝码 毕竟真正了解罗天的人 实在是太少 就如罗天不了解联盟一样 但王林此人 对于罗天太熟悉了 更是曾为正品雷仙 罗天在这王林眼中 其神秘的程度大为减少 这还是其次 最重要的是 以猎云子对王林的了解 此人心狠手辣 更是胆大妄为 行事果断 绝不会拖泥带水 这种人 若真有了杀鸡 绝不会选择囚禁 给自己反击的机会 而是会选择果断出手 自己此番绝对无法存活 如此一来 他不得不选择屈服 尽管内心在滴血 但还是要交出战字帖 收起战字帖 王林目光一闪 缓缓缓说道 你侮辱我圣皇身份之事 可以就此罢休 但眼下王某还有一件私事 想要问一问猎云子千辈 猎云子心神咯噔一下 盯着王林咬牙道 你已经拿走了战字帖 老夫也因之前的事情 付出了代价 你还要如何 王林神色如常平静地开口道 你之前说我拿走了 你战家重宝 莫非可以未卜先知 此事 你也要给我一个交代 王林盯着猎云子 此人他有心杀之 但此人若死 定会使得四圣宗与罗天交恶 如此一来 不符合王林心中 对付拓森的计划 更重要的是 若四圣宗与罗天交恶 那么得力的 便是十音宗与联盟 清水很有可能就在联盟 还有老圣皇之恩 这等等一切的事情 使得王林暂时 还不能杀着莲云子 你还要什么 猎云子再次忍住了怒火 沉声道 十个罗浮雪球 王林缓缓开口 你 猎云子身体内 立刻就有砰砰之声传出 显然是愤怒到了极点 他身子颤抖 连续压下数次 这才声声地压下 整个人平静下来 深深地呼出一口气 上次给了你之后 罗浮雪球我只有六个 再多 老夫没有了 这是老夫可以承受的极限 猎云子咬牙切齿 王林微微一笑点头道 六个 可以 还有操控的玉碱也要给我 猎云子闭上双眼 右手虚空一抓 便从那裂缝内 飘出了六个 散发浓浓血气的 罗浮雪球 更是有一枚玉碱飞出 王林大袖一甩 立刻这六个 罗浮雪球 全部收入除袋 一把捏住玉碱 看了一眼后 同样收好 老夫告辞 猎云子转身就要离去 这朱雀圣宗 他再也待不下去了 猎云子慢走 王某有一物相送 劳烦抵给严雷子千倍 王林右手一挥 立刻便有一枚玉碱飞出 落在了猎云子手中 猎云子眉头一皱 拿着玉碱神石一掃 瞬息间其面色立刻大变 猛地抬头 双目露出无穷的金光 此时 若阎雷子前辈有意 可来朱雀圣宗寻我 王林微微一笑 不再言语 雷云子很是慎重地 把这玉碱收好 看了王林一眼 对于眼前此人 他越来越看不透彻 内心暗叹 转身迅速离去 我斩家作物 绝不能在外人手中 王林 早晚有一天 老夫会取回 导师若不杀你 老夫就不是猎云子 猎云子冲出了修真心 化作一道长虹 在星域内急驰而走 不过这王林的遇见 都是惊天之事 须尽快送至严雷子那里 此数若真 则太过害人听闻了 雷云子打定主意 速度更快 在这四圣宗范围内 每多一息 他都感觉极为屈辱 他右手虚空一抓 并从身前出现的裂缝内 抓出遗物 此物是一块黑色的石头 在猎云子手中一搓 顿时化作了一片碎末 这碎末没有向着四周消散 而是迅速的凝聚在一起 仿若一条长线 环绕猎云子全身 瞬息间 猎云子的速度骤然快了数倍 一闪之下就消失无影 数日后 这猎云子以其极快的速度 终于走出了联盟星域东部 四圣宗的范围 直奔罗天掌握的联盟北部而去 但就在其踏入联盟北部的第二天 正急速前行中 突然从远处一道寒光闪烁 这光之快 惊天动地一般 向着猎云子轰然而来 猎云子面色大变 正要闪躲 但以他的修为 却是在这寒光下 根本就无法逃脱 几乎刹那 死光临近 直接从猎云子胸口 轰的一声穿透而过 那猎云子甚至连施展 神通与法宝的时间都没有 猎云子喷出鲜血 肉身立刻崩溃 居原神一脸震惊 与亥然急驰而逃 眼看那寒光再次来临 似乎不死不休一般 猎云子惊恐之下 右手虚空一抓 立刻在其身前 瞬息间就出现了一个 十丈大小的血球 正是那罗浮血球 此球一出现 猎云子立刻大吼 爆 此球轰然间爆开 化作一股冲击 向着那来临的寒光 疯狂的对抗 接着这个机会 猎云子不惜耗费原神之气 急速向前逃顿而走 但在他的原神内 此刻却是有一条红色的细线 以其胸口为中心 向着他身体四周迅速蔓延 猎云子的脸上 不知觉地露出了 似笑非笑之色 但他的眼中 却是由恐惧之光露出 毒 这是十阴宗的 欲心欲死之毒 以罗天的强大 与众多的情报 十阴宗的攻击手段 定然调查了很多 猎云子身为 罗天大神通修士 自然瞬间就认出了 自己中了十阴宗之毒 魂飞魄散之下 猎云子死命地逃顿 一直到猎云子远远地离去之后 星空中出现了一个男子的身影 此人一身蓝衣 相貌英俊 他看了一眼猎云子逃顿的方向 摇了摇头 转身离去 以司徒男体内抽出的毒素 投袭小辈之人 此事 唉罢了 毕竟我抗力二人 欠云林太多的人情 这男子暗叹 身影消失在了星空 猎云子这里告一段落 但说他离去之后 朱雀圣宗主行后殿内 那诗音宗的妖艳女子 送出贺礼 表达了欲要与四圣宗 结盟的意愿后 本要离去 但却被云林挽留了下来 参与数日后的登基仪式 李道友 诗音宗一向与诗为伴 对于这天下奇事 定然有其排行 不知这天下间最好的肉身 是什么 正在那诗音宗女子起身告退时 王林忽然出口问道 那妖艳女子美目流盼 她对于这新任圣皇 很有兴趣 尤其是刚才的一幕 威逼烈云子的一幕 更是让她看向王林的目光 有了很大的不同 好似诱惑一般 这女子敏了敏夏淳轻笑道 圣皇所问 小女子定然要回答得详细一些 要说这天下奇事 排行第一的 自然是逆五行奇绝诗了 说到这里 她脸上带着一丝娇媚解释起来 这逆五行奇绝诗并非是真正的尸体 而是在特殊的环境下 从天地之间诞生 其体内自成天地五行 更是在体外也有五行变化 从而产生一种奇异的规则改变 王林文言点了点头 原来是这样 王某还以为近日获得了一个有关尸身的消息 其内之诗才是真正的排行世界第一呢 本想让李道友代为鉴定一下 如此说来 作罢就是 那妖艳女子目光一闪 娇笑道 哦 不知是什么尸身 能让圣皇有如此信心 王林也不废话 直接大袖一甩 抛出一枚玉剑 直奔那妖艳女子而去 这女子接过了玉剑 面色带笑 也没有太过在意 在她想来 这王林能发现的尸体 即便是再稀少 她诗音宗内也定然存在 即便是那罕见的逆五行尸 在她们诗音宗 同样也有一些 更何况 她所说的逆五行尸 排行第一 也只不过是对外说说而已 别的不说 单单是诗音宗的储藏当中 超过逆五行的 就有七个 很随意的神识 在这玉剑上一扫 但刹那间 这妖艳女子拿着的玉剑 右手就是一颤 其神色更是瞬息间凝重起来 但立刻 这凝重就顿时崩溃 被震惊与骇然 轻刻取代 她的右手 有些不闻 死死地抓着玉剑 面色更是出现了一股 异样的潮红 就连呼吸 都瞬息间急促起来 整个人退后数步 半想没有恢复过来 不是她定力不够 而是这玉剑那所看之物 让她即便有再多的定力 也是枉然 别说是她 任何一个诗音宗之人 甚至就连那诗音宗的宗主 若是看到这玉剑 也会为之心神疯狂 这 这 她猛地抬起头盯着王林 甚至连语言都有些不连贯了 其心中的激动与震撼 已然无法用言辞来表达 仿佛在这一刻 有无数天雷在其心神 轰然乍象一般 王林不动声色 接过身边族人送来的茶水 放在面前清敏一口 看向那妖艳的女子 不知此时 能排第几啊